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网络营销创意36G 我是按照这三个板块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第一个是互联网营销发展的趋势 只有了解这个趋势 我们大家才会更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网络营销的创意 创意这个东西说很小 那又很大 但是真正去往下落的时候 我觉得创意的一些背后的方法和规律 如果大家掌握了的话 用起来会更容易落地 那所以我把它总结出了一个36G 那最后呢 跟大家还想分享一下 网络营销的误区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互联网营销发展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 说互联网加还是加互联网 这个呢 从我们原来一关国际的于阳老师 率先提出互联网加的概念之后 后来呢 看我们的客强总理 包括马化腾先生 在全国两会的提案上提出来 之后客强总理 最后我们国家把互联网加 作为一个战略 创出到这个层面 那我们看到在全国各地这几年 以互联网加为主题的活动 论坛 方形为爱 互联网加真的影响到了我们各行各业 具体的行业我不再举例 但是我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企业一提互联网加都感觉到 不知道从哪里去加 没有完全掌握之后 盲目的去加上去之后 当然也跟宏观环境或者一些个体的情况 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企业在过程中失败 那所以互联网加还是加互联网 我个人的理解 对我们小微企业或者是一些创客 或者是一些传统企业 如果你体量还不足够大的话 我建议是应该是加互联网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企业 你要思考你自己的根在哪里 只有把你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把互联网当成思维 把互联网当成工具 把互联网当成平台 才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解决对优势 否则我们去拼 你单纯拼互联网基因 我们最终都逃不过BAT的收购 逃不脱BAT的竞争 那你讲移动互联网 整个体量最大了 还是BAT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布局 在我们国内体量最大的 还是这些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和国企又没办法竞争 那怎么能够生存 怎么能够在新的时代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觉得要加互联网更落地一些 那另外呢 这个趋势里面 我还讲一下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随着国外的5F理论 传入到我们国内 包括随着我们小米手机的成功 雷军先生总结出来的互联网思维 小米的极致口碑快 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企业 也借鉴了成功的一些经验 有的也见到了一些效果 但是我见到的很多的小微企业 如果一味地去照搬 那怎么样 还是往往是失败 所以我说 今年网络营销的一个大趋势 第一个就是互联网加还是加互联网 我们变得越来越理性 互联网思维变得越来越理性 无论是互联网加也好 还是加互联网也罢 我们的众多的小微企业 应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根 这个里面我还要多说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实体经济的发展 我们看到一味地提互联网加 我也坚决地支持互联网加的提法 因为这个是对于我们整个大型的企业 包括我们国家的宏观的政策制定 有太大的帮助 我觉得应该实体经济应该也 再上升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当然我没看到我们国家制定了 2025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规划 因为实体经济和互联网加 没那么容易 但是这些实体经济的话 要是加上互联网 那可能迸发出来的力量会更强大 第二个趋势 打开微信的时候 一个地球转出来 之后有一句话 说再小的个体也有品牌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小众的时代 我们看到原来的我们整个大型企业 推出一个新品 我们整个主流媒体广告一拉 整个平面媒体在一覆盖 之后渠道一扑 就等着收钱 但是到现在我们再看 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 那正是因为整个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给我们带来的圈层的变化 带来的一些个体的变化 带来一些小众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再小的个体 也有做品牌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说 我自己讲课 我讲的不多 我讲的也不够好 但是我讲的理念和观点 和我的一些粉丝达成共鸣的时候 那这一小众群体 那就是我的粉丝 而且是我铁杆的粉丝 那这就是我个人呢 在这个圈层里面也是一个品牌 第三个 微商的陈来落定 微商刚刚兴起的时候 我看到有很多的争议 因为微商是随着微信的整个兴起 最早一批利用微信去做生意 利用微信里面朋友圈去卖东西 用微信社群的形式 发展这个二代三代 这样的我们看到都赚到钱了 那微商呢 也就是说 它的整个的红利 已经确实见到了 那我们随着这两年 第一代微商 比如做面膜的 做这个各类的 这种快小品的很快 那第二代微商是一些传统企业 用这种思路去杀进来 杀入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微商的怎么样 起了很细微的变化 那到现在 我们很多朋友一起交流的时候 我们也服务企业的过程中 很多企业也认同微商的一种操作思路 也把它微商作为一种思路和方法 再去落地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一现在的微商 再去玩 已经不是原来传统那套玩法 原来传统的玩法 整个把形象一塑造 把货压到渠道手上 最后呢 怎么样 可能过个两三年 过个一两年 不行了 就赶紧换一个品牌 再去玩下一个项目 那现在的微商 如果想要去玩的话 那真的是要建体系 真的是要扎扎实实的 做各个代理的培训 要扎扎实实的做产品 要实实在在的做管理体系 那我们认为 随着互联网发展的整个的趋势来讲 微商应该说可以有一个定论 那整个微商是针对主要是移动端 另外微商它主要是针对的社群 这种庞大的这种体系 这种产品的选择 产品的定位 整个推广的模式 已经颠覆了整个电商 所以我个人觉得微商应该说 成在落定 微商整个在互联网营销的发展 在国内的应该会成为一个趋势 也会越来越成熟这套体系 第四个呢 大数据 一提到大数据 其实并不新鲜 我们很多大佬都提过 大数据营销对中小微企业 依然是趋势 这句话怎么讲呢 大数据看起来很美 但是想让它产生生产力 还是比较难的 我们中小微企业 如果投入不足 又没有整个一些数据方面的 一些庞大的一些资源支撑 想用大数据营销 去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还是一种趋势 那这个还有多说两句 那说既然是趋势 那有人说徐老师 那我们整个企业在做的过程中 还要不要考虑大数据 那我告诉各位 趋势抓到也是非常棒的 你根据自己企业的发展的阶段 那我服务的一些企业 刚创业期 我让它注意数据的积累和收集 如果有成型的数据可以应用 那怎么样 直接拿过来用 如果没有的话 不要在地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扎扎实的把产品做好 把定位做好 把推广做好 把模式做好 先把现金流收回来 先活下来 最重要 这个是大数据 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 我们国内的目前 大数据整个营销 出现了一个试点的城市 这个城市是贵州省的贵阳市 贵阳市拿到了几个部委的批文 就是说在政府保护个人隐私 安全的情况之下 政府在数据方面会率先全部开放 这个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 那可以去贵阳去了解 我不是替贵阳做广告 我参加过一次贵阳大数据的座谈会 那整个贵阳的大数据流动起来 才会产生价值 这方面以贵阳准备在数据的流动性方面 做出很大的探索 还有一个这个趋势叫搜索营销在质疑中前行 一提到这个可能说基于搜索的 无论是SEO SEM 还是整个我们叫百度百科百度问答 种种种这类的基于搜索引擎所做的营销 这是所有的企业如果想做网络营销 是绕不开的 有人说徐老师现在转到移动端了 没错我认为转到移动端 但是注意了 未来的整个数据它是没有边界的 移动端和手机端的数据 我们现在大家用手机百度去搜 你可以搜到PC端的东西 用PC端的东西搜索引擎去搜 比如用PC端的SOGO你去搜 你可以搜到微信里的内容 是不是搜到了移动端的东西 所以未来的数据是一个共享的 它都会打通 我们很多企业做一个网站 还会把它几个才能打通的 后面的数据共享的 也是一样的 搜索营销质疑中前行 为什么这么讲 搜索营销 无论是移动端怎么发展 搜索PC端 整个去转移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渡期 这可能是两年 可能是三年 可能是五年 即使真的过渡过去了 未来的数据又是共享的 我们做过很多案例 在手机端去搜的话 为了解决手机端的覆盖率的话 我们还反过来要做PC端 这个里面 我最近接受一个保险公司 名都不透露了 一个大型保险公司 给他们做内讯 我在准备客件的过程中 一搜吓了我一跳 一个保险公司 怎么样 依然在用它的对手的名字 在竞价 所以我为什么说 搜索营销在质疑中前行呢 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我夫的一个客户 大连一扬 是国内做智能工业的 前三强的企业 这个企业 它的技术特别强 它是从韩国和日本 采购机型 采购这些硬件 自己做芯片 也就相当于说 国外的整个的智能的机器人 它整个的研发水平 未必超得过我们大连一扬 它这个主要是在住件行业 主要应用 它做了一些非常相对标准化的 这样的智能的一些设备 它核心的技术是研发芯片 了解世界上范围内的 各种机器人的硬件 它在整个推广的过程中 受益于百度 所以为什么说 你百度搜索 搜索营销 是在质疑中前行的 如果我们做网络营销 你如果去做 你绕不开百度 绕不开搜索引擎 这个是当时做的 这个行业的关键词 叫智能切割打磨 这个关键词搜到这里之后 往里一输 我们看到出现了什么情况 这个是我们在第三方的平台 发布的信息 这几个全都是 官网甚至还在下面 就是这样的 别人一搜 我们看到 大连一洋工业智能有限公司 住件 胶帽口 打磨切割智能机器人 2015国内首发 大连一洋 这是图片 总之 只要这关键词 你铺到位了之后 确确实实有寻盘量 有了寻盘量之后 我们的技术再盯上去 之后客观地去回答客户的问题 就是工对工的 靠我们商业的基础的规律 确实能够接到单 这边客户也不是特别贵 一个单的话 基本上是在400万起 百度里面没有投一分钱 就做的自然的用化 所以我说 搜索营销在质疑中前行 你要想把自己业绩做上来 所有的能够为我们所用的 网络营销的思维 网络营销的工具 网络营销的平台 那我们都要把它整合起来 另外一个趋势 是我个人一直比较关注的 就是内容营销开始步入舞台 其实内容营销这个提法也不是新东西 在我们国外 内容营销早就开始研究 而且一直也有一定的江湖的地位 但是在我们国内 内容营销刚开始传过来的时候 热了那么一两年 但是后来怎么样 就不太热了 为什么不太热 因为我们扎扎实实去做内容的时候 我们发现会很辛苦 做内容创造价值 又速度比较慢 我们很多企业做网络营销 原来是怎么干呢 是做一个营销型的页面 之后把产品的整个卖点梳理出来 之后直接摆住竞价 做得最快 粗暴 简单的方式把流量引过来 那客服跟上去 当然我说的这些卖的产品是 没有任何瑕疵的 还不包括有一些假冒为例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我们看到这种情况 随着整个互联网营销的发展 发展到今天 发展到最近这两年 我们看到内容营销开始步入舞台 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发现 你会竞价 我也会竞价 当一个关键词 你出三块 他出三块五 最后怎么样 谁收益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家拼来拼去 都会拼的时候 才突然发现 原来拼内容 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渠道 而且拼内容 别人最不容易去复制 但是我们发现 想拼内容的 内容那方面 需要三个层面的人才 一个是创意 一个是笔杆子 还有一个是设计和视觉 那我们发现 这方面的人才 突然感觉到匮乏了 那我个人呢 写过一本书 叫阮文销这本书 有人说我这本书 把我自己带起来了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 但是我最主要的觉得是 网络营销发展的趋势 把我推起来了 因为说大家越来越开始 重视内容 开始重视内容的时候 我们来去找 专门去研究内容的 这样的好像不是特别多 那我们看到 视频也好 我们的整个很多 其他的网络媒体也好 平面媒体也好 所有的怎么样 都在原来讲 前几年讲的内容为王 现在又要开始回归 一定要做内容 举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我服务的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是做应急急救用品的 他的创始人是蓝天救援队的一个朋友 那他创业这么多年 大概这个企业也有七八年了 一直做线下渠道做得不错 但是这几年受网络的冲击 整个生意越来越弱 那去年他成为了我的会员 最后跟我交流的时候 我们说尝试一下用内容去改变 去扎扎实地用服务 加内容去来引领这个行业 这一五年下半年 开始在这方面发力 发力之后到一六年的三月份和四月份 他告诉我 他说徐老师 我们这个行业在这个季节 往年是淡季 但是今年我们的淡季的销售额 超过了去年旺季的销售额 他告诉我这个是内容的力量 我们看他怎么做的 这个行业的原来卖的 就是卖整个一个打包 做一个组合 比如说这极致包里面有 窗壳贴 防毒面具 整个小背包 还有逃生用的绳索 安全锤 就这类的东西 它根据不同的组合 不同的项目 还有纱布 类似这种东西 好 整个这样做的时候 原来就是卖这个 拼这个说我这一箱有多少东西 有几件 价格多少钱 好了 现在看 做到什么程度了 免费的应急培训 所有的 它不是卖产品 它是通过应急培训 是不是做内容 应急培训 也可以理解为做服务 应急培训 来带动产品的销售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里 就更清晰了 应急的产品 这不用讲 原来也在卖 好 应急的培训 还有加一个应急的实操 它每一件产品 都会把它单独拿出来 有视频 有整个说明 包括有一些文章 就怎么来应用 它最近新研究了一个产品 按照它以前那种推法的话 估计可能又是展示一下产品 好了 现在有了这个 知道用内容 知道靠这几个能够带动 它把这个东西简单一写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喜欢尝试 它这个产品是 直接是从五层楼的高度 直接找一个着力点 把它往上一扣 直接人背着这个设备 直接可以自由降下去 是身体不会受到任何损害 它是钢丝绳 就像吸尘器一样 这样一下一下 一圈一圈把它放下去 这个做得特别棒 它准备把这个 用内容的形式 把它重新的打造出来 那怎么打造 讲一下这类型的产品的 发展的趋势 未来 包括的一些价值 使用的方法 全部做得很细 那我们看到 是这样的 内容已经能够创造价值了 我们前几年 我服务的一个客户 是做保健品的 是东重下草行业的 一个保健品 那我们当时服务的时候 我们大概找到了 大量的学术的文章 也就是万方数据库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那里面关于重讨了研究的论文 我们把它全部拿出来 之后去读 虽然很枯涩 很晦涩 我们找专业的人去警告 把这些晦涩的东西 翻译成老百姓能看懂的文章 一篇一篇的 我们再把它发布到网络上去 甚至有一些 发布到平面媒体上去 还把这些论文集进行汇总 送给一些医生 给他们研究 做一些参考 那我们这样做 是不是做内容 那这个东西做起来之后怎么样 是对对行业有帮助 行业有帮助的话 我们在行业里面的领先的这些企业 就会受益 这就是内容营销 但是玩内容营销的话 我们看到 有一个问题 就是把地方放错了 我们也曾经做一个测试 告诉大家内容的重要性 我们做测试过 在相同的传播渠道 不同的内容 阅读量是不一样的 产生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测试呢 测试的是 主要是自媒体的渠道 主要是微信 公众号 还有朋友圈 还有门户网站 我主要测试的这几个 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时间 不一样的内容 传播量 最起码的差到1比5 高的1比10 甚至1比100都有 好了 那为什么我把这个放到这里呢 我只告诉大家一个启发 我们经常跟很多客户交流的时候 我们客户经常很骄傲 说徐老师 我最近又拿到了什么一个户外广告 那个广告牌 多多便宜 徐老师 我那边有一个传统媒体的朋友 一个报事的朋友 给了我一个打包的一个方案 这个比网店的价格便宜的太多 好 我听听就笑一笑 为什么笑一下 我把这个放到这里 只是告诉大家什么话题呢 提醒大家注意 我们很多企业把大量的钱 花到了传播渠道上 但是却不愿意在内容方面 多花一分钱 那我们看到结果在这里 也就是说 你花100万去做传播 如果你只研究了渠道 你没有去研究内容 那你甚至还不如怎么样 花10万块钱做内容 再花10万块钱 研究传播渠道 效果好得多 我前几天在广州 和上林集团的董事长 萧总来一起沟通 他们原来是做电视购物的 电视购物大家知道 他们这会人选产品是非常厉害的 一个单品让他选中 主要是电视台的一些垃圾时段的广告 他把它包下来的话 他把电视广告这个小宣传片 做得特别的棒 这个宣传片 他倾注了他们所有人的精力和心血 前期是选产品 之后做的宣传片 投放出去之后 客服电话就会来 来了之后 全部有CRM系统 最后再呼出 这样去做的话 即使它的产品相对来讲的话 还过得去 但是这些产品的话 我们看到经过这系列的包装 整个运作了每一个单品 基本上他们都在过亿以上 那现在呢 他们操作的更巧妙了 现在用移动端 只用微信的公众号 用微信再去传播 这种传播的话 他们做个测试 也是跟我一直在交流 一篇文章写得好 倾注全力 反复的探讨 一篇文章之后传播的话 直接能够产生销售的收入 他曾经做过一个减肥产品 一篇文章带来多少收入 一天一百万的收入 那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去精雕细拙 他怎么可能会给他带来 这么大的价值 但是我看到我们80%的企业 真的没有去太多的重视内容 还是在传播渠道上去打转转 甚至传播渠道上也不愿意投入 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投入 内容又不知道怎么去做 产品再好怎么样 就是一个结局 消不出去 接下来我讲这个话题 正好对应上我前面讲的趋势 这个趋势是社群营销的面纱推去 刚才徐老师不讲的是说 1比5的传播测试 不是移动端这么厉害吗 为什么你到这里又讲 社群的营销的面纱推去 我放这句话 措辞这么表述 是告诉各位 社群在我们互联网发展到今天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 这两年快速的兴起和发展 我们社群的作用是越来越强大 但是我把这个词放到这里 面纱推去是告诉各位 我们并不是社群作用特别强大 怎么样 社群就是万能的 我见到更多的企业去做社群 基于微信端 很多都做死了 包括我个人 我做的微信群 到现在我也没有时间维护了 因为它没有给我产生太大的价值 那我看到太多的企业 一说微信群有价值 微信营销有帮助 就开始怎么样上几部手机 甚至买一些加粉神器 就开始拼命地开始建群 拼命地往里去拉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 对我们整个做加粉工具的 软件的这样的朋友 抨击你们 跟你们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觉得 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项目 要选择不同的营销方式 这种加粉的工具 是整个最传播里面 是一个基础的工具流的东西 也是非常有用的 包括我本人有一些企业 我还会建议推荐它 用加粉的工具 但是这个东西 你是看你做的什么产品 是处在哪个阶段 社群营销的面纱 怎么是推去呢 我们看来这张图 这是社群的信息量 这是社群成员的数量 假如有500人的群 信息量 它自然会涨 当它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两者相交 我看这条线了没有 就开始下降 也就是我们社群的数量越大 怎么最后发现信息量怎么样 越少越少 最后几乎死掉了 当然有人也不服气 说徐老师 你说的不对 我们有一些群里面 我发现一个群里面 经常一天就上来 一千条信息 那你不用看 你注意看了一下没有 那些全都是软件 去发送的信息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那些群里面 长期发的一些广告的 就是那么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其他的人全部潜水 这张图告诉大家是什么 我们要想用社群去做营销 不是要追求社群的数量 要看社群的质量 还有一点 我们做社群 如果现在想做得好 现在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思考 互联网 互联网 让我们大家变成什么情况了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 一伙人朋友坐到一起 大家每个人都低着头 抠手机 面对面的交流 越来越少 我们甚至两个朋友坐到一起 好像彼此交流的时候 还心不在焉 所以我说 未来社群要想做好 我个人觉得 要回归到现象 要不然这个社群只做线上 它的信任度不够 这是我玩社群 最后有那么一点点的收获 在哪 我把四个群 全部把它解散掉 最后精简 精简之后 我自己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众筹了一把 众筹了一把 我记得我只发给了三十个人 我是一对一的发的 一个电话都没有打 写了一封销售信 四天成交了二十四万 那如果我四个群 要一千六百人 我一对一这样发的话 我想还未必成交得了这么高 这就是什么 我们要重视质量 不要在数量上面去纠集 接下来我们再看 整合传播将成为主流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 这两年星期 我们的时间碎片化 我们的空间碎片化 我们的信息碎片化 既然这么多碎片化 那我们整个企业 整个去做营销 必然离不开传播 除了前面我讲的内容 那你要做传播的话 那怎么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 现在的信息的传输 已经变成了多种渠道 所以我说要整合传播 那这个里面也送给大家三句话 我们的主流媒体现在做公信力 网络媒体做展现力 移动端的媒体做点对点的渗透力 稍微解释一下 我做过的有些客户说 徐老师现在既然说公众号 新媒体现在营销很有效果 那我们干脆这方面加大力度 我们把主流媒体的费用钱砍掉行不行 我告诉他千万不可以 砍掉之后怎么样 我说你的业绩一定会下滑 或者说做的不稳 移动端的主要以自媒体居多 当然我们现在像人民网 人民日报 像这一些企划网移动端 也有一些APP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些再怎么去做 它也是官方的一种声音 官方的色彩太强烈了 它还是不如这种草根出来的自媒体 更接地气 只做这部分的话怎么样 公信力会缺乏 公信力缺乏的话 那我们整个在对消费者这部分的话 有一部分你就是打不透 就缺这个临门一脚 好 那如果只做自媒体的话怎么样 刚才说了这一点缺乏公信力 好 那只做网络媒体怎么样 公信力不完全够 但是只做网络媒体的话 这个移动端的没有做的话 你点对点的渗透 没有 甚至说你传播不出去 量是很小的 因为PC端大部分是人家主动来检索 那移动端可能是说 人家可能被动的去能够接受到信息 就这么简单 那只做主流媒体的话 刚才也说过了 不够 你再有公信力怎么样 你传播的量极 你阅读的数量 你整个地气这块接的不够多 所以我说整合的传播 未来将成为主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